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节课由大山格林讲师演讲 请各位掌声欢迎 大家晚安 我们头一堂课 与台湾史解码 我在说台湾史解码之前先跟你们讲两个字 一个字叫做transition transition是什么东西 你们叫transition transition比如说连接词啊 你是这种transition 在一个句子里面 但是它陈述一件事情 透过一个转换 到另外一个叫transition 比如说你从小孩子 青少年进到成人 都有不同的转接期 对不对 这是transition 但是我要说的 台湾民政府 出了 我们要做的不是transition 我们在做paradigm shift 什么叫paradigm paradigm是什么 是整个系统成观点不一样 什么叫paradigm shift 举个例子 以前牛顿物理是传统物理 古老的古典物理 进到量子物理 那是另外 它是叫整个paradigm shift 整个观点想法思考都换 台湾民政府的出现 代表台湾即将要面对一个叫做paradigm shift 不是transition 过去在中华民国体系下 不同的政党换 叫transition 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但都叫做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体系底下的东西 叫transition 我们叫做paradigm shift 好 我们首先先看第一张 看过这张图的请举手 你们其他都没看过 两个 你们没看过 那你觉得会不会看到这个 怪怪的 这是什么东西 一堆 这算是穿正报装 对不对 一堆人 我跟你讲 在去年10月15号的时候 在台北东区 东区就是中校东楼那边 从所谓的国父纪念馆 有个游行 一直走到中正纪念堂 这里面有一万人 穿的一样的衣服 走在东区的街上 一万人 一万人走在路上是很可怕的 而且这一万人不是一般的群众 一万人都穿这个衣服 要不然就是正报装 你看到一万人走在街上 你会吓一跳 每个人拿贯东旗 我能不能看一下 那个一万人的游行的照片 给他们看一下 刚才你也听 那里面政府的临时国歌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照片 有没有 那我给你们看多一点细节 让你们 Appreciate一下这个东西 来 快乐 题目叫11月15号 快乐法理革命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急得动 快乐法理革命 这里面讲了几个字 很奇怪 革命 还有快乐 通常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就很奇怪 革命应该都是流血 都是用暴力推翻另外一个叫革命 revolution都是通常是暴力 快快乐乐 那么很奇怪 因为有一个keyword在这边 所以关键字叫什么 法理 通过法律 所以我们刚才在念那个 我们民政府的立场 不只当暴力 武力 对不对 是用法律 这条路径 把现有的东西 革命推翻掉 改变掉 换掉 paradigm shifts 这就是说快乐法理革命 我讲过 我这边的课 后面 各位 有开冷气吗 有 我们以性质改变 以前初级班 我还会将就一些台湾人说 从完全不知道进入制造状态 我跟你讲 经过我们去年什么输出事件 什么事件 大家都知道台湾民政务 不可能有人不知道 我就assume 大家都知道前提之下 我们要讲比较深的 没有所谓的初级班 高级班之分 我们把内容直接讲到重点 好 我们来看几张照片 往下看一下 来 给我看一个完整照片 不要切一半 对 一万人 我整齐 都是台湾民政务的成员 有一万人在街上 然后这个跟一般民众 你以前看到游行是怎么样 一般民众向政府去抗议 对不对 什么不公平的对待 像最近不是很多吗 薪水太低 或什么要保证就业 或什么东西 去炒 但是这个不一样 民众对政府抗议 从下对上 对不对 这是从上而下 一个人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他是政府对人民在宣告 在诉求 不是诉求 宣告 Claiming Proclaim 宣告一件事情要发生 什么事情要发生呢 台湾民政务将来 就是在台湾执政的 政府单位 所以它是一个government 它不是民众 所以不需要喊东西 宣告 告诉你 告知你 announce OK 再看下一张 OK 所以不需要诉求告知 那态度不一样 所以全程没有一个人讲话 也没有跟群众对话 就是这样安安静静地走在街上 这样走过去 所以街上人看 都是吓一跳 来 再往下看 你看 连警察都来维护交通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单位 来 再往下走一下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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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到有群众在旁边 路人在看 来 再走 来 我觉得很有趣喔 停在这张 你们说没有看过 可是电视媒体这么多家 全部来采访 再下一张看看 我们看有多少家 十几家媒体 再往下走 来 为什么台湾狼 这么多媒体 在播报导 你们都不知道 一万人走在街上 是很少见 都是穿一样衣服 来 再往下走 我们看东区的人看到 你看 是不是 这几家媒体 全部都有到 媒体上都有报 所以台湾媒体 资讯太多 以至于你们 得不到你们真正想要的 媒体资讯 对不对 大部分二十小时 跟你 不再重复 都是像 你现在记得只是 苏树事件 这个反而不知道 对不对 一万人的游行 你不知道 你知道苏树事件 骂了人家什么话 那觉得台湾的媒体 是不是有问题 是有问题啊 因为最后 民众获得的资讯 居然是骂人的话 所以台湾媒体都公布了 本事 都没有真正的 真实的事情 没有在报道 所以来 我稍微跳一下我的PowerPoint 我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没有关系 好 继续 我先把这个看完 来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来 再走 你看 路上的人都傻眼 嘴巴都开开 这发生什么事情 台北市发生什么事情 先不要移 来 他们在看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完全没有对话 重要是前面写的布条 布条上面有六大诉求 讲什么 布条 你这边看的是日文 对不对 我们有英文 有日文 有中文 第一条 旧金山和平条约至今仍然有效 第一条 那什么意思 我听到这句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在中华民国教育底下 不知道旧金山和平条约 只知道开落的宣言 可是真正跟台湾这块 独立有关 只有两个条约 一个叫下官条约 你们也不知道 那叫做 换成中文叫做马官条约 马官条约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要签条约的时候 一定是战争之后签条约嘛 对不对 那叫peace treaty 和平条约 那谁跟谁打仗 在马官条约的时候 谁跟谁打仗 日本 没有美国 日本跟谁 跟谁打仗 马官条约是 谁跟谁打仗 有人输了之后签订的 谁跟谁打仗 日本跟 台湾的教育就是造成问题了 日本跟大清帝国 中日加武战争嘛 输了以后签订马官条约 所谓的下官条约 可是我们条约都 我们以前背的课文都是这样子 中国输给日本 对不对 大清帝国就签了什么 马官条约 然后把台湾 澎湖 割让给日本 是不是 都错了 其实条约你要看条约内容 对不对 其实我们背的资讯 跟事实不符 事实是什么 条约上面写 大清帝国大皇帝 为了寻求和平 跟谁签订 大日本帝国皇帝 是两个皇帝之间在签订条约 不是日本也不是中国 这里面的两个都不对 是两个皇帝 以前的土地是皇帝 中国的土地是黄土 是大清皇帝的 对不对 所有的土地都是皇帝的 正极天下 对不对 那日本也是一样 大日本帝国皇帝 大清帝国输了 输了之后怎么样 要割地赔款 你如果不赔怎么样 继续打 打到什么 打到你大清帝国灭亡为止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继续打 对日本人来讲是个负担 所以双方中讲条件 不要再打 留我一条命 但是我割几块肉给你 就把台湾澎湖跟辽东半岛割给他 可是问题来了 隔一年居然出现一个三国干涉 法国 俄罗斯 我不知道第三个是什么 英国还是意大利 干涉什么 等一下 辽东半岛不可以割 为什么 因为辽东半岛是人家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我又讲到一个新的名词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就是属于大清身体的一部分 你不能把人家切掉 为什么不可以切掉 我们有讲到一个叫国际法 国际法在拿破仑之后 大家都遵循一个 你们初几班一定要学的两个句子 一个叫什么 占领不遗转主权 第二个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就两句 这两句子足以让你面对 现在所有中华民国体系教育上 所有骗你的东西 一目了然 一清二楚 再讲一次 占领不遗转主权 就是你占领了一个国家 打赢了 这国家不会变你的 我举个例子 美国是不是打赢了伊拉克 伊拉克有没有变美国的一周 没有啊 是不是 我打赢了为什么不会变他 照我们过去古老的 所谓的中国人的观念 给你的教育的 你们过去都受到中国的支纳教育 就是说要占了就是你的 你打赢了就是你的 可是国际法不是这样讲的 谁跟你讲说打赢了 没有啊 你可以占领 但是那个主权 拥有者 不会 主权不会 创造到你这边来 所以那个是叫做万国公法 以前其实也发生这件事情 跟日本碰到黑船 我讲这个就太远 我拉回来 我们知道这两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你记得这两个 那我们再拉回 刚才马关条约 下关条约三国干涉 干涉什么 说辽东半岛 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一本 你不可以把它割掉的 所以第二年又有辽南条约 又把辽东半岛还给大清帝国 可是另外两个没有还 他们换了几千万两银子 来赔辽东半岛 但是台湾澎湖可以割 为什么 因为台湾跟澎湖的性质不一样 他不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领土 是他的什么 殖民地 殖民地啊 他把这两块地 所以殖民地可以割让 但是他的领土不可以割让 这样知道吗 殖民地之间可以换了 输了就赔款了 可是 大日本帝国皇帝拿到手中的时候 吓一跳 你大清 我以为你有台湾 结果你右半边 那时候大清的势力范围 不及右半边 他只有左半边而已 而且是拓殖地 右半边管不到 也没有能力管 叫什么 是我们高杀族在住的 所以日本拿到手中的时候说 奇怪 你这很夭壮 你不在家 连你家的隔壁的家 做一个丧人 那那时候 这样是不是很过分 所以他拿到手中的时候 就赶快去问一个人 叫他问什么 问美国 为什么问美国 因为他发觉右半边的东西 缓约在哪里 他们说的缓约 都是部落形式 所以问美国那怎么办 为什么找美国 因为美国 以前是不是美国人 现在的美利坚和中国在住的 不是嘛 美国以前是谁在住的 不知道吗 印第安人在住的 印第安人在住的 印第安人在住了几万年 是美国后来发现所谓的新大陆 然后开始欧洲的移民 跑到美国去 对不对 什么清教徒 在欧洲接受宗教的迫害 然后加上各种条件 慢慢走到那时候 大英帝国的什么殖民地 他就开始移民 大量移民 到后来就慢慢 他们美国的答案是 用征服的方法 因为他们不是国家 所以你可以用征服的手段 把它拿到手上 只要你还是部落形式 他就可以征服你 所以告诉日本 日本就花了十年的时间 做礼藩政策 礼藩就是什么 就是收纳这群所谓的部落 首先派人跟你通婚 通婚之后土地变塌的 你不愿意偷蹲 不愿意顺服的 我就用打的 十年时间 日本就把右半边给征服下来 所以台湾第一次 整块台湾岛有一个主权 是在日本手中建立的 那日本人就花了五十年的时候 在这边建设 最后1945年4月1号的时候 宣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 就等于做了一个结婚的动作 从此以后台湾人民 效忠日本天皇 换取他对你的保护 这是一种婚约 你以婚的就是以婚 未婚就未婚 未婚在私有事实上随便人家抓 就跟殖民地一样 可是你以婚就是谁的领土 就不能随便以来移去 那刚才讲了 下官条约 马官条约 台湾变成大日本帝国一部分 然后逐步变成领土 宪法实施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 又遇到二次世界大战 跟台湾第二条有关就是 旧金山和平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是谁跟谁打仗 输引 大日本帝国输给日本 是不是 你会讲同盟国 可是真正执行 把大日本帝国打败的什么 是美国 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美国在打的 那时候中国人输到要脱口 跑到重庆 跑到延安 到处跑 对不对 根本没有能力打日本 这美国人 99.9%的轰炸 还是执行战争的任务 都是美国人打的 所以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 写清楚一件 就是我们第一条 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至今仍然有效 第二个布条上面是什么 美国根据这条条约 是台湾盆乌的主要占领全国 主要叫做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中文讲主要可能还不够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说话算话的人 Principal 待会我会讲更仔细 就是其他人讲话都不尊审 这个说话有尊审 叫做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所以有关于台湾所有问题 都是美国说了算嘛 全世界没有人签什么台湾关系法 只有美国可以弄台湾关系法 你中国说台湾利益 你怎么不相信台湾关系 你为什么不定法律要规范台湾 台湾人什么时候跟你交过税 是不是 从来没有过啊 你可以嘴巴欺负人家 占人家便宜 打嘴炮而已 其他能力都没有 从来没有一天跟你有过关系 从来没有过 第三个是什么 旧金丹和平条约既然有效 美国是这块土地的主要占领全国 那表示什么 我们身份就跑出来了嘛 对不对 主要占领全国 既然占领这两支跑出来就有意思 占领一定是什么状态才有占领 战争之后才有所得的占领状态 对不对 我打赢的人跑到输的人的土地上 我叫占领 美国既然是台湾这块土地的占领全国 表示台湾是被占领地嘛 那你台湾人是什么人 被占领者 美国人是谁 占领者嘛 所以占领者是美国人 被占领者是我们台湾人嘛 现在来了 奇怪 现在中国人在管呢 怎么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流亡政府带的部队跟难民来管台湾 那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代理占领 那时候蒋介石部队 根据麦卡拉瑟第一号命令来到台湾 他的部队来哦 那部队有到一百多万人 当然没有啊 所以他主要是什么 部队加上什么 中国的难民跑来台湾的 部队跟难民不一样身份 所以这阵中国人来到台湾 也吃香喝辣的也分等级的 吃香喝辣的是军队那一票人 跟党政军嘛 对不对 你外面那阵中国人是什么 旁边附和嘛 压祸嘛 八几万人 来到六百万人的台湾 可是台湾那时候是谁的 为什么会被人家占领 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啊 这样知道吗 所以才有占领的状态产生啊 可是过去的史官给你改了嘛 说你是中华民国人嘛 对不对 恢复国籍 对不对 恢复中华民国国籍 那叫做陈宜的行政命令 用行政命令可以改变 集体改变一个人的国籍吗 当然不可以啊 国籍需要你自愿去改变的啊 比如说你要去当美国人 你就申请程序嘛 对不对 申请绿卡嘛 绿卡之后做几年移民间 最后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嘛 一定是这样 你愿意放 首先你还放弃你原来的国籍 然后接受另外一个国籍嘛 不是说人家可以主动跟你讲 你国籍换掉 我跟你讲 国籍这种事情 连你犯罪喔 杀人犯 但关到监牢里面都不可以剥夺的 知道吗 国籍这种离止你犯了罪 是犯罪者喔 都不可以把它国籍任意剥夺掉 更况台湾狼 不然大日本丢有国籍 凭什么用人家行动 最近后来在去年19... 2015年的2月28号 我们控告美国 跟中华民国这两个国家 其中中华民国的部分说 他凭什么改变我们台湾人的国籍 凭什么有一个行政命令 就把我们国籍给换掉 结果到法院的时候说没有啊 行政命令是在台湾 可是发命令是什么 南京政府 一个国家的政府 可以改变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 是不是很好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请中华民国 再发一个行政命令 所有中国的国籍 都从一天一夜之夜 换成中华民国 可不可以 你又不是要统一中国吗 你是想说从几月几号开始 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全部换成中华民国 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他那个没有成立 没有成立的意思 表示台湾人的 大日本旅国国籍还存在 这个我就不讲代声 因为初级班 来 我继续往这下看 往下看 来 继续看 一万人 你看部队 来 走快一点 没关系 再走 再走 那个诉求 所以 如果 我们刚才讲的 就算和平调义之音有效 美国是这一块土地的主要占领全国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 那他们中国人 我们就绝对不是中国人 对不对 有没有 那日本是 我们的母国 我们的祖国就是日本 是不是 那被占领地的百姓怎么样 不可以当兵 也绝对不应该当兵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个属于战争法 你去拿来当地的百姓不行 像伊拉克人不可以去当美军的兵 那我们就不然去做中国兵 笑死人 这叫违反战争法 这绝对是以后一步一步要诉求的 这最后 来 所以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才是唯一的出路 来 我们再跳到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看我们官网今天出来新的东西 喔 来 讲到这儿有点太快 我现在给你们预备一点东西 再跳这边 来 我们先不看这个 我来讲一些有趣的 待会再回来 不过记得你们有空去看官网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的PowerPoint 我再一个一个再讲 回到我的PowerPoint 来 我这个可以动吗 我这个可以动吗 可以了 不能动 还是不能动 可以 有趣的画面 最有趣是中间那个 这叫什么 Sentry way 这叫什么 打脸 上面写什么 到底要被打脸多少次才会清醒 可是这句话很奇怪喔 没有主持 没有受持 没有受持 那是指谁要被打脸多少次才会清醒 我给你们加几个字喔 中华民国到底要被打脸多少次 台湾人才会清醒 这样知道吗 ROC要被打脸多少次 台湾人再查 发生一连串的事情 过去几年 从台湾民政策出现之后 中华民国不断被打脸 可是台湾人很奇怪 继续相信他 Sentry way 你再算几次 我要随便讲 随便讲一个 好了 这是在2014年还2015年的1月 中华民国在美国 听说还残留一个土地 叫做双向园 没有听过 就是以前所谓的驻美大使馆 叫双向园 后来整个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被从联合国的代表里面 踢出来之后 那意思是什么 所有中华民国以前的财产 现在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不对 已经有继承replace 就是代替了 从联合国的席位开始 对不对 从此以后代表中国 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府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中华民国靠边站 没有你的份 所以你的代表 蒋介石他的代表 被从联合国踢出去了 不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你连退出的资格都没有 中华民国是创始国 现在还在里面 只是他的代表换人了 离开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把索尔 中华民国以前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 全部都接收了 那时候中华民国很紧张 赶快什么 双向园找一个议员 帮他们买下来 找一个美国议员 请中华民国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 当做他自己的大使馆 那这件事情发生到最近 他想说 我要在我自己的土地上面 升个中华民国旗 结果没想到 马上美国国务院 出来三次跟你否认 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蛤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来 美国重申 美国讲过什么话 对于双向园1月1号的申请 并不知道也没有批准 第二个 我们对该行动非常失望 也向台北和华盛顿的 台湾资深官员 提出严正的关切 第三个 我们希望台湾 确保这类事情 不会再发生 噢 心一个急 第二天马上就赶快降下来了 生怕被人家修理 欸 台湾人看到这种新闻 居然没有反应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尊元 完全扫地 听说那些官员 军官偷偷换 从便服偷偷的潜进去 再把军服穿上去 再去升那个旗 又偷偷换成便服又离开 这很丢脸嘛 大大方方进去嘛 就是不行 这个国家不被承认 也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来 再来 再接下去看 这是最近发生的 比如说 斯兰奇 入联机会 令台湾人撞墙智商 中华民国 或者台湾都想入联 对不对 最近不是有一个 不知道什么 蔡明信还是谁 急着要进联合国 去参加什么 先讲这个才好笑 蔡明信做了什么事情 农委会 农委会渔业署两名官员 与意大利参与联合国 粮农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AO 然后 渔业委员会 Committee on Fisheries COFI 我方人员驱逐出场 被人家赶出去 被人家赶出去 你根本没有资格来 谁叫你来的 也没有邀请函 什么都没有 你照来送行 可以用驱逐出去 驱逐出场 丢脸死 再来 这个是以前AIT的执行长 他叫做施兰奇 他说 你不要用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的民意 加入联合国 入联机会是零 你还继续在撞拼 他就讲说 feel sorry for你这群人 然后再来 最近不是什么 WAG总干事 陈冯富珍 他是不是发邀请案 可是邀请案上面是什么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 就是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所谓的中华台北 你不要拿得很高兴 中华台北 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在台北的意思 你不要拿那个 所以很丢脸 连奥运会举办的 最近是不是奥运会刚结束 台湾有派代表参加吗 没有 那叫做中华台北 你不要讲那是台湾 那是中华台北队 中国 奥运会 写清楚了 什么时候台湾参加过来 奥运会 没有啊 谁用台湾的名义 参加奥运会 没有啊 有任何组织参加奥运会 没有啊 没有啊 你拿的是台湾护照 还中华民国护照 中华民国护照 早上有些专门 跟我家台湾 后面一个阔湖啊 是不是 叫中国台北啊 中国嘛 所以他们拿旗 進去的时候是拿什么旗 所谓的奥运会 会旗 对不对 奥运会旗 对不对 不是被人家轟炸 乱七八糟 还有中东很国家 逃难 可是这些人逃难里面很多是奥运选手很厉害的 以前他代表叙利亚去比赛 就厉害了 射枪选手什么都有 结果他们就另外组一队给他们去参加奥运会 他们也要进场 也有进场仪式 进场仪式的时候就要发一个棋可以拿 你要拿叙利亚棋吗 不是 叙利亚现在另外一个国家 对不对 你要拿一个棋叫什么 奥运棋拿给你们 结果他拿进去的时候发觉 哎呦 怎么还有一队跟我拿一样的 一看 这什么 Chinese Taipei嘛 也拿奥运会棋嘛 那照理说奥运会棋 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专利啊 怎么没有去抗议说 你也怎么跟我拿一样棋 到我们后面跟着走 对不对 我跟你说 那个棋叫做难民棋 可是台湾人不知道 这代表台湾队参加 写Chinese Taipei写得很高兴 真是有事 对于政治对于国际事务的无知到这种程度 会台湾人 还要去撞墙 要建联合国 现在知道了 来 继续讲 我讲不完 这个讲好几次 包括这个 来 最近怎么样 那既然这是难民的话 你不可以写护照 你不是个国家嘛 你不是国家可以有护照吗 当然不是喔 只有旅行政策 所以中华民国你那本护照是什么 不是护照 是旅行政策 所以最近开始 我们民政府居然有人 就是讲中华民国护照 进不了联合国 对不对 你要进去参观都不可以啦 平常你只是游客嘛 我过去要参加联合国那不可以 就让你看证件啊 你把中华民国护照拿出来 警卫说笑死人了 这是什么东西 推回去 我们在网路上讲这件事情 没有人相信 后来 苹果日报的记者 来来来来 就来做这件事情 1月27号对联合国不给劲 苹果记者持中华民国护照 被党 这苹果记者做不是我做的 也不是民众 民众讲 那是你们故意弄的 没有 苹果日报记者自己弄 那最近在 最近几天的事 有一个叫蔡玉琳 持护照 想进联合国欧洲总部参观 结果招到拒绝 一样嘛 所有中华民国护照 都被打枪嘛 因为你不是护照 人家不承认嘛 不承认你们 所以但是苹果日记者 做这个求证的动作是对的 这代表记者的专业 可是他专业只专业一半 另外一半没做 叫什么 拿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可以进去 你要做这个动作啊 你不能只是证明他不对 还证明我们对啊 结果这一半没做 对不对 那我们同情就自己做啊 拿我们的身份证进去 拍的影片在网路上都有 这个应该很 台湾人就是 做事情做一半 了解不得了再一半 所以既然在弄拼 对不对 那我说到底台湾人 不是 ROC要被打脸多少次给你看 台湾人再也猜一下 继续打脸 来 教廷国务卿 帕罗琳 这个我只是预告 这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是已经越来越接近 接近什么 教廷要承认跟中国建教 是一步一步避走之路啊 那判解那边副总统 假的副总统 跑去教廷 用什么歧视的名义 想要这样挽回跟教廷的关系 我跟你讲不会啦 教廷要面对现实 什么才是真正合法 代表中国的政府 你以后需不需要 天主教的教区 在中国各个地方成立 如果你要的话 当然不可以继续承认 这个中华民国 对不对 你要把中华民国 放在正确的定位 既然是教会组织 就要追求真理嘛 对不对 假的你就不可以相信啊 你要按照事实上的事情 来承认它嘛 对不对 那WHA 所以教廷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中华民国在台湾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到现在的宪法都不是包括台湾 所以它一旦一个政府 离开它原来的领土的时候 它叫什么 流亡政府嘛 流亡政府就当然不能跟你教廷 用平起平坐的方式 它不是一个国家啊 不是一个国家啊 美国国务院国务卿佐利克 讲过好几次啊 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 都不是一个国家嘛 既然不是国家台灣人 所以最近 继续发生 柬埔再遣返 台湾人 很多 遣返这件事情 越来越多 多到一个地步 先给你们看其他 与中国抢人外交部 注销肯亚五台嫌护照 最近肯亚压到台湾人 要送到中华 外交部要去唱人 做什么动作 来 你也直接念一听 这是自由时报急事新 20168月7号 还很新 先前在肯亚一次犯下电信诈骗案的五名台籍嫌犯 已在当地法院获判无罪 为了避免遭遣返中国 外交部今天就7号晚上表示 已经注销他们的护照 同时也在明天 与肯亚警方教设 让嫌犯回台受审 很奇怪 你有沒有发现一个很奇怪 就是 注销护照 你要救你的人 比如说我换个国家 美國 他有些人在新加坡 被抓起来 法院宣布无罪 美国连夜注销那几个美国人的护照 没有护照就是没有身份 你莫名其妙 这是你们国家的人 为什么要注销护照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的动作 外交部公司 是为了抢人 并通知移民局 五名台湾嫌犯的护照 已经注销 只发给他们 仅能返回台湾的入国证明书 笑死人了 对不对 真的笑掉了人家大眼 你的逻辑要清楚 为什么要注销 因为 现在拿中华民国护照的人 等同于拿中国护照 你知道吗 你居然敢宣称 这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国 中国取代 当然把你抓起来 你一个屁都不敢放 中华民国外交部 一个屁都不敢放 可以放的话 现在为什么 没有看你在国际上发声呢 怎么没有跟中国交涉呢 怎么没有把人带回来呢 没有嘛 而且甚至于把护照 自动把它撤销 见消息 你就知道你这本 根本就是中国护照 是不要跟台湾人说 所以我跟台湾人讲 你继续拿这个中华民国护照 你等一会 你最好在外国 不要发生任何事情 你发生任何事情 就直接遣返中国 不要把你送回来台湾 那时候就需要什么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啊 你如果没有这条 你要拆一旦 真的要拆一旦 来 回到 回到 回到刚刚那个那张图 来 这只是 一点点 小消息 我刚才已经讲了十几个 来 过来 外交部第一波测管 他最近是什么 要测出他的外管 对不对 有什么 德国汉堡 美国关岛是澳地阿拉伯 跟挪威 那些民主有怕死 你要测怎么选 这几个重要的测 欧洲的挪威 美国关岛 你知道关岛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中华民国买的武器 上北到台湾都放在关岛 你在那边测外管 拜这个武器就行动没收 你是有没有人在当地代表 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他说夏威夷有 武器都在关岛 这很有趣 德国汉堡 OK 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这样子可以节省经费 每年省一亿多 你是不是笑死人了 赵丰金一次就给你罚五十七亿 你在这边省一亿多 你那五十七别去罚 你这五十七再弄个几百个外管 对不对 四个乘以五十七是多少 哇 蛤 228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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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人家邀請函給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復約 復約的時候你要跟人家證明說 我就是邀請函上面這個人 才可以進去 你會拿別人邀請函進去 被人家踢出來 所以表示什麼 派區的人承認 現在的政府就是 中國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策 是中華台北 全民最近講得更清楚 我待會再跟你們講 這麼多打臉多少次才會醒 你就不講 真的是荒腔走板匪夷所思 然後這個 我再回到另外一個部分 就像我們講 記者你要兩面報導 我一方面報導完了 現在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或所謂的現在執政當局 我同時要報另外一個 我剛才講 在一開始我講 這是paradigm shift 整個系統在轉移 那這個系統在衰敗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要講另外一個系統在起來 這個系統是什麼 台灣民進戶 這個是什麼東西 怎麼介紹台灣民進戶 先從G7介紹 什麼叫G7國家知道嗎 有沒有聽過 G7成本就是七大工業國 翻成中文 其實就是七個先進國家的會議 為什麼這七個國家 全世界最有權的 全世界人權水準最高的 全世界各方面的標準 定義遊戲規則 是個經濟安全 ử培 king 共露 或之 plano 尚 だが 언 繪霹 だっ 60 ん Nut 因為遊戲規則是他在訂 每一個國家最大是誰 領袖 對不對 每一個國家最大是領袖 那全世界最大是什麼 世界的領袖 對不對 那就是指這G7國家 所以你講最近又開一個G20會議 對不對 G20是什麼 就是以G7國家作為核心 再往延伸一些開發中國家 比如說金磚五國把它加進來 再加上一些中段辦的國家 全部加起來叫做G20國家 開會 那為什麼要這個 因為東西圍繞著錢在賺 G7國家有錢 有能力幫助你 對不對 所以這些國家 你要開發中國家 你需要很多的錢 跟奧元跟技術 跟技術制度 各方面都要幫助 所以就有這個G20 那為什麼要介紹它 很簡單 因為我們要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跳到下一頁 我們的G7那個官網 為什麼要介紹它 G7 我現在要看 G7 我現在要看 謝謝你 G7 這個國家開會的時候出了一個專刊 這專刊就是他們在看的 來 往下看一下 停一下 停一下 你不要那麼快 我要看這個 這個專刊是給他們看的 那雜誌翻到裡面 再往下一點點 我們這邊有一句話 台灣人的政府 跑出來 台灣人的政府 跑出來 你照理說 看到這個會想到什麼 台灣人的政府 應該蔡英文的照片會跑出來 對不對 來翻翻看 我們往下看 這是台灣人 這個你認得出來 這都蓋下台灣 再下一張 奇怪 再往上 居然 你不要移動 居然是 我要看這一頁 你不要再動了 居然是台灣民政府的照片出來 林志生博士的照片跑出來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台灣人的政府 怎麼他的照片跑出來 他就寫台灣民政府 你不要再動了 G7領袖國家 已經決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來 我們回到我的那個PowerPoint 我要打一下 那個宣告了一件什麼事情 什麼重要的事情 這為什麼又不能按 不行啊 OK 可以了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G7這個動作 做了一個動作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 只有一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另外一個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合法代表台灣的人 叫做台灣民政府 你知道嗎 G7這個動作 就是跟你告訴你 這個很清楚的事實 等一下 現在這個是什麼 很簡單 要叫下一件事情 才會跑出來 下一件事情是什麼 南海案 菲律賓去告中國 說他到底擁有台灣 那個 南中國海的那些島嶼嗎 有那個主權嗎 結果法院判決結果 沒有對不對 是不是沒有 可是有趣的喔 判決是菲律賓告中國 結果 被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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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掀出來是誰 判決書裡面講了13次 現在這個單位叫什麼 出來了 台灣Authority of China 中國台灣當局 你台灣人都被騙了 以為以前是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結果他的名字被掀出來 叫做中國 在台灣的東極 你知道嗎 過期的七十年來被騙 就是台灣人的政府 根本不是 就算你蔡文當選 也是當選了 中國台灣當局的總統 你知道嗎 所以蔡文英文會做什麼動作 當選了以後 會去拜 不是拜經國神聖 去拜什麼 鍾列池嘛 去拜中國人的廟呢 那就表示你認主歸宗嘛 認什麼主歸什麼宗 認同中國 是你的祖先嘛 你台灣人呢 你怎麼會去認主歸宗 認到中國去了 對不對 所以一當選之後 什麼民進黨的高官啊 那些主要的縣市長 都一起在台灣那邊去拜廟嘛 姚濟皇陵嘛 去拜他們祖先嘛 那當然不是 台灣民政黨的官員去哪裡 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 拜我們三萬九千一百名 的 台灣人的先領 在日本靖國神社 日本靖國神社 日本靖國神社是什麼人進去的 為了大日本帝國犧牲的日本人 台灣人是一本人 所以死後會放在靖國神社去拜 所以我們去那邊敬拜我們的祖先啊 我們一本人啊 不要搞清楚我們的身份啊 我們做這個動作是一個效忠的動作 就像他們做那個效忠的動作一樣 我們的祖先不是中國人 不要搞錯囉 是台灣人 但是後來並說大日本帝國 國籍是日本 大日本帝國 而不是現在的日本喔 但我們血統是 住在這個島上 叫佛摩山 佛摩山 佛摩山人 躲在這裡 你知道嗎 來 我會越講越清楚 但是我三張牌給台灣人看 台灣人還是看不懂 所以我被迫之後再弄一個 紅色牌就是中國牌啦 這也中國牌啦 如果這張台灣民政府才是 真的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這樣很清楚喔 School of Hard Knocks 台灣人真的是撞到頭破血流 才學到很簡單的功課 好 現在就要說 台灣史解碼啦 今天 之後那段時間 我剛才說 台灣這個土地只有兩種人 接著這麼多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而已 對不對 我剛才講說 台灣是不是還在被佔領狀態 舊金山合約仍然有效 我們是被佔領狀態 那我們是被佔領者 他們是佔領者 那請問你有沒有有一天 你醒過來的時候 你本來是被佔領者變成佔領者 不會吧 你去用佔領的 你怎麼有這麼小的 你怎麼都在佔領狀態 佔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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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嘛 所以不要懶得說 人家以為過了三代以後 你被佔領者的後代 還是被佔領者對不對 佔領者的後代 還是佔領者嘛 怎麼會改變你的身份 不會啊 因為你是去用被佔領狀態的人 你都用我的邏輯嘛 很簡單啊 你是佔領狀態 中國人來到台灣 有一天你都佔領台灣人 怎麼有可能 不可能嘛 你佔領狀態 你的身份沒有改變啊 那時候再講一個比較實際的 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 台灣人強壯被要求平反 為什麼要有人跟你道歉 最近蔡英文是不是道歉 道歉的莫名其妙 你知道嗎 蔡英文你的祖先 有沒有殺過高砂族 沒有啊 那你向原住民道歉 道歉什麼 李登輝你的家人 有沒有誰殺過台灣人 沒有啊 那你為什麼要替中國人道歉呢 所以被害者代替嫁害者 跟被害者道歉 你大家壞掉了 真的該道歉的人沒有道歉對不對 可是話又說回來 他們需要道歉嗎 當然你不要自己一廂情願 二次幫你抬 他是什麼人 你覺得他要道歉 是因為你認同 你說你也是中國人 說我也是中國人 你也是中國人 你也是中國人 想要給我抬 你要道歉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是佔領者 你是被佔領者的時候 你說台 平衡眶眶的點點 離開 對不對 你是被佔領者 你日本人耶 你中國人過去有日本人 親善嘛 現在中國人 趁這個機會 把你台灣人拿去打 拿去台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當中國人來台灣 台台灣人那時候 對我們來講是 一樣人你想要給我抬 可是他跟美國的講法是 他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他們現在要暴動耶 他是軍政府耶 所以過去有什麼警備總之類 他是軍政府耶 是不是 軍政府為了要控制當地的秩序 他用激烈的手段耶 所以他對美國是這樣交代 可是對台灣人是用騙的 所以台灣人就是被騙了以後 一廂情願地想自己也是中國人 所以你才會覺得很悲傷嘛 所以中國人根本不會跟你道歉啊 他為什麼要跟你道歉 他還有理由耶 是不是 你台灣人 你如果搞清楚自己是日本人的話 你不會今天 七十年以後還在受害耶 你當初在 中國人來的時候 你就說我是日本人 你憑什麼對我做的 那是台灣人去認同說 我也是中國人 我也要做戰勝者的時候 接下來的好事就發生了 中國人說你要做中國人 我們還有一個代表 代表台灣人講話 叫做黃曹琴 那時候什麼省政府的議長 代表台灣人說話 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那是 中國人講中文 講北京話 對不對 不准再講日語 你要做中國人 真好去做兵 雕水 受我們中國的教育 把你洗腦洗成中國人 你要當中國人 一樣你要去當美國人 你要接受美國的考試 美國憲法考試 美國政府組織 不是嗎 要會講英文 才能去考美國 對不對 例如說美國人 就是要這樣子 你要當中國人就是這樣 所以接下去 我們整個教育系統 就給他弄掉了 一種中國的東西 毀掉你過去日本的所有東西 因為你台灣人去認同中國 你那時候如果有點刺激 說我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但是我告訴你台灣人 那時候是怎樣 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故事 日本人可能看到台灣人 會有這種反應 可是日本人你要懂的一件事情 台灣人被大清統治了百多年 一百多年 日本的皇民政策 不過幾十年而已 很難把這一群 以前大清影響的百多年的人 把它改過來 更何況 日本希望台灣 台灣人 佛沃爾謀殺人 在短時間裡面 從大清帝國那種落後的地方 大清帝國管一百多年 在台灣沒有做什麼好事 起床起床 抽水貪污 連中國自己都搞不定 怎麼會來建設台灣 不會啦 所以我說中國人來台灣 起床起床 抽水貪污 跟這幾項 所以日本人來 要趕快把台灣建勝成 跟世界一流的國家 日本那時候是日本帝國 很強 對不對 打敗了中國 最後打敗了俄羅斯 世界兩強被他打敗了 那時候他超級強的 對不對 世界強的時候 我拿到台灣一尊 我希望台灣人馬上 升到世界強國家的水準 我是不是要用比較積極的手段 不然台灣人不夠格 不夠格 所以 全面給你改變嘛 叫黃民化政策嘛 學日語啊 接受教育啊 但是過去 中國人 打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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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短時間要改的時候 會懷恨在心 所以當日本人戰敗之後 馬上就挖去中國去了 對不對 那就是台灣人的個性 這是台灣人的個性啊 那個日本人的那種 建議的個性 只有在少數台灣人身上建立起來 大部分的 還是沒有受太大的影響 所以見風轉鬥嘛 四龜瓦大壁 這種效應就跑出來了 但是你這四龜瓦大壁之後 台灣就參加了 參加了多久 七十幾年 到現在 台灣人又起來 對不對 現在才勤撐起來 就透過什麼 法理 法理會讓台灣人得到自由 OK 好啦 現在 我沒有時間講那麼多 但是有一個概念 一直要強調就是 不管你怎麼樣 都是記得一個原則 部落戰爭 現在全世界都在打部落戰爭 全世界都在打 包括在 中國內部也是在打部落戰爭 你不要以為中國是一個 unified的一個country 它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 中國裡面好多族對不對 北方跟南方跟廣東跟福建 從來沒合過 都不同族的嘛 四川是四川人 另外一種人 都不同人 從中國到現在 沒有一種人叫中國人 那是政治名字 來 先講部落 部落是什麼 Tribe Tribe是什麼東西 以前人類的 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就是 那個冷氣到底有開還是沒有 你開幾度 我要開22度 對啊 好像都沒涼 有些人呢 有點悶 然後Tribe就是 部落跟部落 要渡到什麼 殺對不對 為了求生存 通常殺都是把對方什麼 殺光 殺光 過去喔 可是後來稍微不對 這土地殺完了以後 佔了對方土地裡變大 可是人變少 我的戰士也死 他們也死掉 那怎麼辦 沒有人 所以最後想一個方法 什麼 把你比較厚 比較困難 留下來 要不然先殺掉 把一般老肉婦孺留下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什麼 留下來做什麼 每天都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這叫奴隸啦 但是我給他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本來是垃圾 人跟垃圾一樣 是要被丟掉的 現在把他撿回來再利用 你知道嗎 戰爭之後 本來這些人都要被殺了 現在不要把他拿來用 拿來用什麼 無頭人 他為什麼無頭 本來他效忠他的部落 你把人拿出來 他現在沒有效忠對象 只好怎麼樣 你又不要他要求效忠你 對不對 就把你當作機器人來用 當作奴隸來用 這種就產生無頭人 就是資源回收人 我先講到剛剛另外一個狀況 如果打仗 殺 這是一回事 可是這不是唯一選擇 不是原因的選擇 另外一個選擇是什麼 結合在一起 變成更大的部落 對不對 部落跟部落會結合 會有 越多越大越多越多越多 到最後要比什麼 王國 王國就跑出來 王國還不夠大 還搞的 United Kingdom跑出來 像那個大英帝國 是不是很多王國加在一起 現在後來的德國 也是不同的 Kingdom加在一起 俄羅斯也是 每個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越多越大 對不對 像歐盟最近要結合 就是要弄成更大的一個經濟體 才有辦法跟其他的經濟體做對抗 你單獨一個沒辦法 大家都在結合 那最後這些大國之間 因為已經很大了 一打起來會出大 所以不得了的世界大戰 所以他們這些大國之間 定定什麼規則 國際法 來規範這些大國之間的戰爭 因為國際法會不會是小國來定的 不可能嘛 根本輪不到你 只有大國定 那為什麼大國定 因為大國天天在打仗 經常在打仗 為了利益在打 打完了要解決戰後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成立國際法 戰爭法 國際公法 戰爭法裡面的佔領法 告訴你怎麼樣開始宣戰 戰爭過程當中要遵守什麼 日內瓦公約 戰後要怎麼對戰俘怎麼處理 對於佔領的土地有什麼規定 這就是這些法律所規範的範圍 這個一旦大國決定了之後 就照這個遵守 這個大國中的大國叫什麼 美國 美國後來成了最大國之後 他就是那個要 你做最老大 你一定要確定這個世界是和平的 不是他要當什麼世界警察 你錯了世界的帝國 警察你太小看他了 他不是當警察 他才懶得管你耶 他是要直接來統治你 這叫做美國就是一個帝國 最大的國家 最強的國家 你沒辦法挑戰他的一個地方 大家知道嗎 美國為什麼要遵守國際法 因為當老大 說很多人要照著做 其他小的才會乖乖的遵守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說 你中國現在變大隻了 還是照我的規矩 所以中國敢挑戰美國的時候 希拉蕊講過一句話 你要挑戰我的規矩喔 你要有足夠肌肉 不然就來爬了 中國又不敢真打 對不對 現在美國是把部隊全部放好了 打呀 怎麼不打 不要每天在那邊耍 那邊冷截那邊冷截 不要這樣子 要嘛就真打 來 過去征服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後的手段 台灣人都做什麼事情 三件事情 宗教 語言 姓氏 改變對方的宗教 改變對方的語言 改變對方的心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 比較好慣啦 你如果還是維持 原來的語言 姓氏 宗教 你會知道你跟我不一樣 遲早你會反叛 對不對 所以來我就幫你做這個 這是過期台灣人經歷的事情 我們的議員 你現在說你想說台基台灣人 不是啦 台灣人的語言不是這個 台灣人的姓氏也不是 這都不是啦 台灣人的宗教 也不是你現在拜的東西 那都由中國來 由理由要把你統治到方便 讓你認同 我是 所謂智慧文化的一部分 我的祖先從哪裡來 把你洗腦 洗到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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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台灣民主黨站在這裡 在跟你說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我們一拉 拉到四萬年 不是李登輝講的四百年台灣歷史 你弄錯了 四百年是中國人 開始統治台灣的歷史 你怎麼會去認同中國呢 台灣在這個土地四萬年 遠找過你中國 我待會還會解釋更清楚 講到這個可能要 可能要插播一段短短的時間 這是對日本講的 最近 先講一個簡單的 那就是中國人 台灣會開始 交通或是台灣人 但是當然不會 他是當佔領者 當佔領者 進來未都會不會 社會每個階層都去 不會啊 他來的只要站上面而已 所以他會做什麼動作 把你多厲害 拿著一點的 隨便 可以用的心態 2284事件要殺什麼 台灣人的精英 對不對 所以我們精英被殺了 被殺了 就換成他們來當你上面的人 你下面繼續努力工作就是繳稅就繳給他們 所以你不要覺得你為什麼薪水永遠上不來 因為他們永遠在吃香喝辣的 你永遠在下面工作 就為他們工作 他永遠統治你 因為遊戲規則都他在訂的 你知道嗎 你不管怎麼玩 換了台灣人做總統 一樣是他們在訂的對不對 你換了蔡英文 好啦 現在民進黨很花意 也以為說從裡面體制改革期 李登輝的路線什麼在體制內做改革 沒有這回事 那個體制叫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你不可能改變了 你是拿著中華民國憲法再宣誓進去的 你怎麼可能推翻自己 不可能 現在果然證明不可能 所以台獨大佬整個月都跳起來 這是什麼狀況 什麼狀況很簡單 就是你不可能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繼續玩你自己的夢想 你用的是人家的名字 你永遠不是你自己 我跟你說 台灣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由別人來定義你是誰 再講一次 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是誰的時候 由別人來定義你是誰 所以台灣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是誰 但你什麼人 先搞清楚 要不然中國人就會去祝福 對嗎 來 最近發生剛好一個有趣的事情 順便把這件事情搞一搞 就是聯訪 你知道聯訪嗎 日本議員現在當了民進黨 日本的民進黨的主席 聽說他們的親情還是陳唐山 對嗎 你們都不知道嗎 他們撈背台灣人嘛 可是講台灣人不夠耶 撈背台灣人 那他哪一國的人 所以他就搞了最近 他競選之前 那個記者媒體就爆說 他有雙重國籍 你看 那他就很緊張對不對 我們這什麼主席代表 來跟他講說 你還是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無所霸道 來 聯訪國籍事件需要提醒日本國 國際社會 並沒有所謂的台灣籍 或者中華民國籍 我在說這個 是針對日本人講的 日本人頭腦要搞清楚 台灣這塊土地到今天為止 不是按照所謂的波子膽宣言 來決定他的地位 不是因為日本天皇宣布的事情 是按照舊金山和平條約來決定的 而且你日本國是舊金山和約的簽署國 有關台灣地位已經很清楚 應該受到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規範 而根據條約 美利堅合眾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台灣 澎湖 以及所屬 島嶼 海洋 包括海洋部分 主要佔領全國 你知道嗎 你既然是簽署國 你就按照簽署的條約來決定 你該做什麼動作啊 你怎麼會跑出什麼台灣籍 中華民國籍 國旗洋騙去 怎麼連日本人也被騙 你到底有沒有遵守條約 我們就要提醒這個在野黨 是不是在野黨 是啊 民進黨在野黨 在野黨都不做功課 身為究竟和平條約和國際社會成員的 日本國政府以及國會議員 都應該很清楚這個分跡 當你日本人在講 所有台灣籍中華民國籍的時候 你已經違反 舊金山和平條約了 再講一次 當日本的議員在講這種話 在擔心他自己有沒有 中華民國籍的時候 他已經違反 舊金山和平條約了 為什麼 台灣這塊土地是美國在佔領的啊 你怎麼把它平白送給中華民國啊 你怎麼平白讓台灣去獨立啊 有關台灣的事情 如果讓你日本國在講話 是美國說了算 你日本人只能遵守 因為這個和平條約是你日本戰敗 跟這些戰勝國所簽訂的條約 你是戰敗國 到今天為止都是戰敗國 所以美國怎麼定義台灣 你要跟著美國做 不是自己大主大主 自己要讓中華民國存在 或讓台灣存在 這都不存在的東西 那既然美國是佔領結果 誰被佔領啊 就是大日本帝國被佔領嘛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美國有財奪權嘛 決定權嘛 決定權嘛 怎麼樣認定台灣是美國的權力 如果說了算 不是你日本人可以隨便亂說的 不可以你上下棘手 所以你包括現在什麼 在日本的12協會 你都把它否決掉 不能再用中華民國 更何況你在野黨也應該這樣 否則你永遠不要當執政黨 你要搞清楚什麼叫做國際關係 來 所以法務省在14號 日本的國際事務 台灣的出生者 就是出生的人 中國法律適用 不適用 就是不適用 在日本出生 中國法律不適用 在台灣出生的人 這樣才對嘛 中國法律怎麼會apply 中華民國法律也不應該apply 在台灣出生的人身上 有關台灣的事務 你日本人要搞清楚 如果再不行 我們來翻究竟 和平條例想什麼 來 Article 3 第三個 這個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signed at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8th 1951 Initial Entry into force 是4月28號1952年生效 來 Article 3 OK 這邊有這句話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oul So 就是獨一唯一的 Administering Authority 條約裡面講 美國是唯一的 权威耶 統治者 啊 Unitial Entry 你是行政的統治者 Authority耶 權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he right to exercise all and any powers of administration legislation and jurisdiction 行政立法司法 over the territory inhabitants 還有住在上面 除了這個領土 還有住在上面的人 of these islands including their territorial waters 包括領海耶 究竟那和平條約寫得夠清楚了嗎 日本人 你簽的啊 來再來再看一下一個 Article 4 日本認識 the validity 合法的 disposition of property of Japan and Japanese nationals 還有日本人 made by or persuade and to direc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啊哈 出來了 in any of these areas referred to article 2 and 3 那時候外界很多人講說 你說台灣民政務 你說你是美國軍政府 會開台灣民政務 美國民政務在哪裡 我又沒看到 沒有看到啊 包括有些律師 姓林的律師 在投稿在報紙上 笑死人 有點念念 就像和平條約再來講這種話 否則人家 你這個律師執照 實在 堪律啊 來 上面是不是解得很清楚 日本認識這個什麼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國軍政府在哪裡 就在這裡 就在條約裡面 寫得清清楚楚 有一個單位叫做美國軍政府 這樣知道嗎 究竟那條約 如果至今然有效 apply台灣這個島上面 美國軍政府當然存在啊 軍政府什麼時候設立 就是當你佔領一個地方的時候 一定要成立兩個單位 也要軍政府 也要民政府 軍政府管理秩序 民政法管理民事失誤 這樣就很清楚了 究竟那條和平條約 至今仍然有效 Chapter 7 Final Corset 我跟你講究竟那條和平條約 這件事情 國務院過去都定功 不談它 直到我們2006年去告 Dr. Lin去告了之後 在我們最後的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的辯論庭上面 國務院的那個代理的那個律師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台灣關係法了 法官說 等一下 請問你講清楚一次 究竟那和平條約 是不是還有效 一一烏烏講不出來 法官講 當然有效啊 這美國以國家名義跟人家簽的 什麼時候變無效了 美國跟人家簽的條約等同於 美國憲法的位階 這是一定要遵守的 如果要遵守 美國就不能遵守 你是這個條約裡面的主要佔領全國 你就可以不可以遵守 你根據這個條約 你的身份所衍生出來的義務跟責任 大家知道嗎 來 這邊講什麼叫occupying power 這些都是佔領全國 這麼多簽名的國家 你看 澳大利亞 加拿大 西蘭 日本 法國 韓國 朝 加拿大 聯合國 朝 加拿大 新西蘭 加拿大 巴基斯坦 加拿大 培立民國 加拿大 這些國家都是 那時候的盟國 日本跟他一起簽署 可是這裡面講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of the following states 就是這些剩下的國家裡面 最有一個主要的 就是美國 這是條約講的嘛 OK 過去因為大家都沒有講清楚 這個是什麼東西 台灣的歷史就這麼簡單 因為今天還是要拉回我們的歷史觀 所以簡單給你看一下 四萬年前部落形式後來產生大都王國 直到十三、十四世紀之後 開始有日本、西班牙、荷蘭、大慶帝國 開始有殖民地 殖民地的動作我用一個婚姻的關係 跟你們介紹對不對 殖民地叫什麼?Predator 說得稠陋的是男生對女生有新需求 可是不要跟你結婚 年輕貌美的時候我要你 老的時候就把你提一篇 完全沒有任何責任 這就是掠奪者 以前殖民地的態度就是這樣子 當你殖民地有什麼資源 我就盡量把你挖到空為止 等你這個殖民地不再吸引我 就把你提掉了 不想負任任何責任 所以以前大清帝國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 美國軍隊、軍艦來到屏東外海擱淺 上岸求救 結果被我們屏東的高砂主人 全部殺光 殺光之後怎麼樣 美軍就趕快就衝到大清帝國 朝廷跟他講 你管的人把我們全部殺掉 你知道大清帝國後來回覆他們 是講什麼? 他們是話外之名 不歸我們管的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喔 這樣子喔 那表示什麼 這不是他管的啊 所以最後 因為是話外之名 所以第一個跟美國定立條約的 居然是我們高砂族的部落 部落耶 跟美國定定和平條約 那就表示不是你大清管的嘛 你去大清就不要講台灣你擁有嘛 這個不是你擁有 擁有的話你要負責任啊對不對 你要跟他簽合要賠款啊 你沒有賠 而且拉責任 就證明這個土地不是你的嘛 現在知道嗎 所以大清帝國宣稱 他擁有台灣 這個就證明啊 你裡面的人自己跟外面定條約 那是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 所以大日本帝國 打敗大清帝國以後 把這個土地 以殖民地的身份 又拿到手上的時候 他做動作就不一樣了 他不再是殖民者 他做什麼動作 就像男生追求女生一樣 送你花 請你吃好吃的東西 買很好的禮物給你 說好聽的話 最後把你娶進來 成為老婆 那就簽合約喔 簽合約就是 有婚約譯表什麼 要照顧你一輩子啊 到老到死啊 所以這個動作就是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啊 從此以後台灣人 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天皇對你的保護 我們就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台灣的土地性質 永久叫做permanent change 過去都是暫時的 殖民者來來去去 就像你以前男朋友 是來來去去 但是結婚的時候就不是 那叫永遠的改變 對不對 後來來一個 為什麼發生這件事情 因為老公被人家自助了 因為跟人家打架輸了 被人家折掉了 折掉這個壞蛋 真的很壞 叫過去的男朋友 再糟蹋你一次 這就是台灣人所經歷的事情 可是被糟蹋的時候 你沒有反抗啊 你居然認同他 所以讓這個故事更複雜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已經是已婚的人 居然還笑想過期 把你統治那個中國人 把你求婚 所以讓這個劇情 發展得莫名其妙 這樣知道嗎 你明明是屬於誰的 可是 人家把你過去的男朋友 把你抓來 再淋虐你的時候 你又開始認同他 這就是台灣先生的情況 你搞不清楚 你不准處理 搞得迷迷糊糊了 所以 來這裡上口 就是要你澄清 你到底是什麼身份 真理會讓台灣人得到自由 OK 你的意見 最重要就是你到底是誰 就算這個法律這樣走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誰 Ethnic identity 你的血液告訴你是誰 你是誰 Fomosa 沒有話講 Fomosa人 你是台灣人 我沒有懷疑你是台灣人 可是問題是你是哪一國人 你講得出來嗎 你講得出來 其實要透過法律 Empire of Japan 你是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的神明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臣民 OK 再來 Group identity 你要認同哪一個group 現在族群部落戰爭要打樓 你到底站誰那一邊 來 這個是國家電影頻道的 你在台灣民 今後我只講幾個重點 上的事實 科學的證據 跟邏輯的推理 沒有再講一些情緒性的煽動語言 我到現在都沒有情緒煽動你們 我要你們冷靜的思考 做判斷 這是國家電影頻道 國家電影頻道聽過 還有一個project Dr. Spencer他弄一個project project是做什麼 因為我們人傳宗接代的時候 爸爸一半媽媽一半的染色體 會複製然後結合變成小孩子 所以你家小孩子生出來 不是像爸爸這邊 就像媽媽那邊對不對 不會像你們家隔壁鄰居老王那邊 那就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會突變 突變就是不小心有一個基因 基因有上億對 上億對不小心有一個錯了 會有錯喔 錯字 錯字變成一個突變基因 這個突變就變成一個記號 一個sign 所有從你這邊伸出去的 都會帶著同樣的記號 因為突變沒有重複兩個 一億次然後重複兩個 一樣的位置 沒有一個可能性 所以人類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就透過 最近做這個實驗也很容易 用棉花棒的口腔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 每幾天就全部跑出來 告訴你有幾分之幾是 哪裡來的人 最後這個實驗室抽了90萬個 把整個人類的遷徙圖畫出來了 人類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我跟你講 現在活在地球上 所有人類都來自同一個地方 時間點 六萬年前來自哪裡 會看地圖嗎 地圖在這裡 六萬年前同樣來自什麼地方 所有人類喔 這是線 這是箭頭 是最後到的地方 這個線 從頭 從這裡來 這裡是哪裡 非洲 非洲 奈基利亞還是哪裡 我不曉得 反正非洲東部 六萬年前 什麼事情造成 住在非洲人 往世界地球各地跑 我不知道 但是 有啦 走了以後呢 到世界各地喔 有的人講說 大山老師 我不要有興趣 台灣人對都要來 好 告訴你 台灣人從這邊來 走到哪裡 南夜門 最近是不是很可憐那些小孩子 沒有東西吃 叫南夜門 內戰對不對 很多人死掉 南夜門 走走到哪裡 印度 然後想像一個故事 有一群人受不了非洲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要離開那個地方 帶著妻子 兒女 小孩子 行囊 吃的東西 開始旅行 走到印度這個地方 覺得很漂亮 住下來吧 可是有些人不喜歡繼續走 對不對 繼續走就走到哪裡 馬來半島 印尼 爪哇 再不爽再繼續往前走 走哪裡 台灣 來到台灣 這是時間點 回到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就來到台灣 這個地方 開始生團 生團四萬年 在台灣這時候 不跟外國交往 也就是說 你在裡面一直在繁衍 住在台灣 如果你再不喜歡 你再往前走 走到哪裡去 日本 對不對 日本再不喜歡 走到哪裡 朝鮮半島的北部 最後進入所謂的中原 歐亞大陸 我們不講中原 歐亞大陸的東半邊 這個地方 最後停在哪裡 西藏這個地方 對不對 是不是很有趣 西藏 就這些寮國 泰國的北部 對不對 住在這個所謂的中原地方 有好多幾種人 哇 有從黑海 離海這邊過來 有蒙古俄羅斯 有蒙古下來的 有印度上去的 有東南亞上來 一大堆人 對不對 時間點兩萬年前 兩萬五千到兩萬多年前 各種種族的人來到這個地方 我剛才講 部落戰爭 抬來抬去 一下換這個 一下換那個 所以久而久之會產生什麼 一大堆雜種 對不對 人混來混去 所以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 沒有錯吧 我那時候講很多人氣 中國人是雜種 那韓國人也抓到機會 也欺負中國人說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聽得很氣 因為他們很討厭韓國 可是 人家講的是真的 根據DN 根據科學正義 有一部分的中國人 是從韓國人去的 沒有錯啊 那問題是韓國人從哪裡去的 日本啊 日本人從哪裡去的 台灣啊 所以 中國人要慎終追遠 要追到哪裡 台灣啊 沒錯啊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什麼 白做啊 你台灣人每一年 親民節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白做 白什麼做 白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你是不孝不忠不義的 台灣人 你的祖先在這裡四萬年 你去拜你驚訓 白年有沒有搞錯啊 你先靠到DNA嘛 所以這個 這個計畫主持人講的 很有趣的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是你教科書 不是人家跟你騙的 人家編出來那套教科書裡面的 DNA嘛 那時候中國人聽我說這個很奇怪 我說有中國人嗎 你說你不是中國人 我說不是啊 你要把血抽出來 告訴我這是中國人的血 我也抽我的血 來對對看嘛 結果他回去找 找不到中國人的血 為什麼 中國人有十幾種啊 漢板蒙昭、回藏猶 Hun 一直唸唸唸四十六種 你哪一種才是中國人啊 你講不出道理嗎 幾十、幾種的 所以中共人這個概念 不是真的有這種人種 知道嗎 人種有很多種 對上有沒有蘇聯人 沒有蘇聯人啊 蘇聯是國家名字 哪有蘇聯人 俄羅斯人白俄 還是克里米亞人 還是哪裡人 對不對 是不同人種 組織成一個國家嘛 所以中國也是一個國家 對不對 他講俗語 不要講這個 我們都是華人 我們不要講中國 我們都是華人 誰跟你華人 問他什麼叫華人 都講華語的 什麼是華語 客家話 閩南話 廣東話 都是華語 我說這樣子 這是你的定義 好啊 講英文都是英國人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講華語都是華人 那你講英文都是英人 所以印度人也是英國人 美國人也是英國人 新加坡人也是英國人 他們都是英文嘛 對不對 所以語言不是定義一種人種的方法 或者你的生活習慣 或是你做什麼 你的拜的東西 不是來決定你是哪一種人 是你留在身上的血 告訴你什麼人 我跟你講你留在身上的血 就是佛摩山 沒什麼好懷疑的 日本人 我四年前講的理論 日本人後來真的有去研究 最近就做這個 NHQ 國立科學博物館的 最新的冒險企劃 三萬年前的航海 徹底在線 為什麼要搞三萬年 就是我講的嘛 就是他這個計畫組織人 最近在做 你看 他沿著這個島上挖到 這是不同時間的 人骨頭耶 人西洋骨頭會搖出來耶 兩萬四千年前 三萬年前 三萬六千五百年前 哇 山下丁這個地方 是不是符合我之前的 big picture 對啊 我之前講那個 Dr. Spencer 大的架構裡面 果然就證實了 你看 這幾天 根據考古正確也應該符合這個 所以我們在 法國南部找到這個 更早 那時候他們還歧視亞洲 以為祖先從 歐洲來 結果不是啊 你看 印度尼西亞 島上就發到四萬年前的壁畫 澳洲 四萬年前的壁畫 四萬年前人類就已經來到澳洲了 OK 超人 看過超人嗎 你們都有看過超人的電影嗎 可是沒有看過 保證沒有看過這種超人 這種超人是我製造出來 叫做沒有頭的超人 表示他功能很強大 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當你變成奴隸之後 你的功能繼續保持很強大 可是你沒有效忠對象 台灣人功能很強大 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就是這種人 你可以當市長 來 你們在座各位 有誰當過一千個人以上公司的老闆戶 沒有啊 那時候有一個台商舉手 哇 兩千人 我說很高很高 但是不夠 我們要管四十萬人 對不對 為什麼四十萬 我算給你聽 我們有四千名官員訓練出來 要統治兩千四百萬人 平均一個人六十萬 你會不會害怕 我馬上 我們就分配工作了 你就要出去 就要統治這一群 現在 那現在的這些人都不能用了 因為他們都受中華民國獨化教育 你就要過去管他們 會不會擔心 會不會自卑 覺得自己所學不夠 我跟你講你不用擔心 因為歐巴馬也沒有管過三億人 就當美國總統 不是嗎 是不是 所以你不用擔心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會擔心 也不能白白講 透過有系統的教育跟訓練 就是我們這些課程 但是第一堂課要先跟你們講 這麼多人給你管的時候 你不可以把所有人一視同仁 都是我們的百姓 都是人民 都怎麼樣 錯了 要分類 絕對要分類 你一間公司老闆去做售貸 售貸去做售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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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了嘛 公司已經活不下去 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人特質不一樣 能力不一樣 不可以混在一起運作的嘛 所以要把人分類 怎麼分類 第一步 先分三種人 四個腳的 兩個腳的 有頭的 這分類很奇怪 我跟你講是根據他的行為主宰 就是說你這個人不敢做什麼事情 你根據什麼在做決定 根據什麼在做決定 是這樣來分類 下面是什麼人 為什麼獅子腳 我在講人耶 我不在講動物耶 但是他們是像動物一樣的人 如果是動物怎麼樣 你怎麼控制動物 食物嘛對不對 你用食物可以控制動物嘛 所以你可以用食物讓大象 單腳獨立 經濟獨立 你可以讓獅子跳火圈 對不對 你可以叫殺人精 從海裡面跑出來吃一隻魚 那就是用食物在控制動物嘛 我現在講人耶 不是在講動物耶 那這些人怎麼樣 以前在屏東 年輕人晚上沒睡覺 騙了多少次 拿掃刀去砍人家 都不認識的喔 警察把他抓來 欸 年輕人晚上坐在那邊 傷天害理的事情 在做什麼 那小人到警察局在吊啷 你認不認識他不認識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送 欸 這句話像人話嗎 我旁邊人聽得動不住耶 你說這是人話 那旁邊一個警察說 他講的不是人話 他講動物的話 什麼是動物的話 看著水澡肉就要送 對吧 那發情時期 劣食的本性來就要帶人 對吧 看著東西就衝過去 跟人家搶 無關別人的思法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種人喔 這種人可能什麼 開的是Lamborghini的跑車 住的是地堡 有私人飛機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對不對 就是像動物一樣的人 動物看到有食物的時候 他不會管其他的同伴的死窩 你跟我唱就會加下去 對吧 就是動物 我現在講像動物一樣 可是在社會的40%的人 都長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吃的所有有毒的東西 都是什麼 像動物一樣的人做給你的 對不對 他無關你去死 對不對 他有錢拿錢就好啊 就這樣子啊 社會裡面40%這種人 那剩下60%比較先進 開始用兩隻腳走路了 這個人沒有頭 但是身體很健康 你不要小看這種人喔 智商很高喔 可能智商137 138 當你的市長 對不對 可是不認同他自己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知道嗎 那就是沒頭的人嘛 他是按照當時的 他以執行能力來著稱嘛 我就會說 先不講這種人 我講最上面的人 什麼叫有頭的人 有頭的人 有頭的人就是有效忠對象的人 有頭的人注重什麼 真善美 什麼叫真善美 我先講完這個 他們認為沒有真理的基礎的善是偽善 沒有真理當作基礎做的善事是偽善 沒有真理當作基礎的美是虛偽的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人搶了人家老婆 把他供奉在家裡面 每天給你吃好 穿好住豪宅 給你漂亮的車子 漂亮的衣服 請問他這種善好是對的嗎 不對啊 你一開始的前提是錯 你是人家老婆 你把他搶過來對不對 不管你最後 可是我那時候在問有一些人 我說你覺得怎麼樣 那也不錯啊 那就完了 我跟你講 那表示你不是我們要的人 我請問你們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們今天來這間上課 希望透過我的上課 來改變你自己的情 舉手 真的啊 只有他 其他人不敢舉手 因為我問過 錯了 為什麼錯 大聖老師說個明白 我跟你講錯了 為什麼 你們中間 有交過男女朋友的 也結過婚的 也跟家人住在幾十年 請問你 他們的個性 會因為你的抱怨而改變嗎 不會啊 住了幾十年都不會改變 你為什麼憑著相信 我跟你講兩個小時你就變 怎麼可能 不可能 既然不合理的話 那你為什麼還來上課 卡住了 邏輯卡住了 那我幹嘛來 我今天來這邊做什麼 那我告訴你 你來這邊 你來這邊 因為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什麼人 就是對真理事實對錯很 就定義的人 你才會來上課 要不然你知道後面 肚子了 睡了 你會不會有的事情 因為你聽不懂 但你聽得懂 表示什麼 你就是這種 對事情的 是非對錯很清楚的人 所以過去在那個 不好的土壤裡面 長不大 覺得很奇怪 這小的都 奇怪的事情 但是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給你事實真理 邏輯推理的時候 你就整個人青春起來 因為這好的土壤 你就會茁壯長大 它補給花雞 它變成大顆樹 還會長果子 這就是我們要的人 所以我在做什麼動作 篩選人的動作 我不再做教育訓練 我知道人是沒辦法被教育的 我只能篩選人 把原來是什麼的人 把它帶出來 因為我們需要這種人 來當什麼 統治者 統治者需要有頭 要對是非對錯很清楚的人 才可以當這個 要不然又是下面沒有頭 跟動物一樣的人完蛋了 你把下面的人 拉到上面去的時候 世界就大亂了 知道嗎 把這種人 放到上面 就變成像Animal Jungle 又回到叢林法則 所以你要有頭的人 效忠什麼 效忠日本天皇 效忠台灣這塊土地的百姓 那我們的責任是什麼 讓全民磨福利 為全民設想 為下面這群人設想 你要制定對的遊戲規則 讓他們玩得很爽 玩得很高興 得到快樂 滿足 他們就安安靜靜 乖乖的每天繳稅 過他的日子 但是在上面的人 就要知道 怎麼樣保護這個整塊區域的人的幸福 好 今天時間不夠 我直接跳 我們直接講到日本時代 史關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採取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再講一次 史關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採取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人曾經 剛剛講的 這只有三十萬人 你要當民眾的官員 請問你覺得人民最大的請舉手 你民進行多案 你要當官員嗎 人民最大的請舉手 完了 你又錯了 我就等人舉手 當然不是人民最大 那是以前選舉的時候騙你一眼 外面的人就騙你 我告訴你一個實證 這些人都最大 什麼叫最大 就他說話算 對不對 如果他也說的話算 那個也說的算 你要聽誰的 你告訴我 有六四萬人都在你的頭上 對你指使的話 你聽誰 你家裡不用講啦 爸爸跟媽媽意見不一樣 都是最大 你都要聽 你要聽誰的 是不是 你現在知道嗎 你頭腦要清楚 來當民政府的官員 你頭腦一定要清楚 對這個基本邏輯要 這裡面說 I want to be the boss I want to be the boss It's my turn to be the boss 輪到我當老闆 當我老大 聽我的 聽我的 所以民意代表最清楚 這個是你選民搞不清楚 聽得好爽喔 人民最大 好爽 票投給你 結果什麼 民意代表最大 我聽到什麼 我聽到 給我錢的我就聽到 所以最後什麼 都是財團最大 都是黑道黑社會最大 對不對 怎麼輪到你弱勢團體 誰要聽你講話 拜託 沒有人理你的 那傻人才去投票給他 要去給他們算 對不對 我跟你講沒有這回事 這裡面的利益都互相衝突 你要聽誰的 你們大廈管理員 兩家在吵架你聽誰 他們都很大 你是議員你過來調節什麼 兩個都老大老大 騙人 你頭腦要清楚 要當民眾的官員 頭腦要清楚 當然人民不是最大 他們沒有頭 又是像動物一樣的人 你怎麼會一直對他 把他們當大的 你就完蛋了 你什麼事都做不了 頭腦要清楚 要想清楚什麼叫民族 民族的觀念 不是你以前 這麼用中文片的那種 你們課講到這樣的話 我就要跳了 直接到日本 就不能期待了 因為我們過去 還有一個字叫genocide 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 也不是現在光是用殺人 包括把你的小孩子 送給對方做教育 讓你錯誤認知自己是誰 他甚至於不要殺你 他要你的身體 他要你的身體 第一句替他做工作 那叫種族滅絕 或者大量的人 一次跟你沾 所以那時候 中國人大量的跑去西藏 跟西藏人混 就是種族滅絕的動作 所以達賴 辣媽 下四名 帶一天 走啊 走去哪裡 印度 德蘭沙 哪裡要做什麼 老淨 流他的種 要不然以後 西藏人會從地球上消失掉 為什麼 中國人跟你們 頭一台一半一半 你看你選爸爸還選媽媽 再來一台 再娶一個中國人 嫁一個中國人 四分之一 再來八分之一 沒了 我每年給你新的 還加上教育給你改 宗教給你改 大大大大大 由中國官方來指定 西藏人基本上 從地球上消失了 你連熊貓都知道 怎麼去保育 怕牠滅種 怎麼你對人做這種事情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是不是 中國官方用大量的金錢 物力在栽培熊貓 怕牠滅種 可是你對人怎麼做這種事情 所以這叫種族滅絕 台灣人一樣經歷同樣的事 誰把一大量的中國人上來台灣 米國啊 是不是 一百五十萬的中國人突然 上來台灣 你台灣人染了 染到你現在台灣人不知道什麼人 你受他的教育還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你主權從哪裡來 你的種子要給我們別掉了 在這個土地上生存了四萬年的 台灣人的種子要被滅掉 什麼多元文化 胡說八道 這個土地上只有兩種人 你變成多元文化 現在激烈大量的進口東南亞的人進來 中國也大量進來 太可惡了 美國國務院那群官員你先搞清楚 什麼叫種族滅絕好嗎 Genocide 不是一個take it lightly的事情 來回到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在統治台灣的時候 頂多來台灣二十五萬人 沒有超過這個數字 他不是要跟你捐的 他要保持台灣人的文化 好來 大日本帝國台灣歷代總督是 1895年1945年 1895年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民政擬台上後 諸協潛民儀告地方官製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批位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地方法院 負責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 理販制度 醫院設置阿騙制度 教育制度 有便電信實施定期行路開始 度量橫改正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你如果念過行政管理的話 進入一個新的地方 你要怎麼去統治一個地方 你要花揮很多的錢人力物力制度 就這樣 你就看著辦 來 1896年第二代總督貴太郎 第三代總督乃木希臉 照片在這邊 華山之際這一張 貴太郎這一張 乃木希臉這一張 老爺爺爺爺爺這一張 厚成新民這一張 來 那我在這邊特別要提到一個人叫做 田建智郎 為什麼他 因為那一年黃太子殿下來台灣 黃太子殿下來台灣 可是那一年 台灣人有一些 大清帝國的餘孽 瞎配合天皇公 台灣很亂你不要來 結果田建智郎 會配合天皇公 沒有啊 台灣思想惡化 是在當党的學生 在台灣沒幾個人 那是社會主義 是沒那麼危險 但是一般人民是非常的忠實順良 敢一事同仁勝恩 沒有危險 你也可以來 我請問一下簡單的事情 大清帝國 在台灣的時候 百歸女 最後給台灣的看法 形容給皇帝看什麼 男無情女無義 對不對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你知道嗎 過期形容台灣是這樣 一間落後 平均送命三十幾歲的地方 那是沒人要來的 很優秀的人再來 你在大清帝國犯了罪 才會發配邊疆 就來到台灣 而不然歸於外面 那一年到一年 是廁所 棄廟 到一年到十幾年 所以回去 那時候禁止家鵬來台灣 怕去臨到台灣症 會落後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大清帝國 是瞧不起的 這跟你講一個故事 你男人過年回到媽媽家 媽媽問你說結婚以後日子過得好不好 女兒愛面子不錯啊 老公對我很好 一邊講一邊在那邊眼淚就掉下來了 那表示是什麼 沒煙啊不要騙 實際上過得不好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過得好 所以這種東西騙不了人 所以我們反過來問 日本時代台灣人過得不好不好 我們現在的印象都是那時候過得很貴重 生活水準很高 的確也是這樣子 除了少數那時候是反抗日本人的大清於戀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大部分台灣人是過在一個非常 我待會給你看照片你就知道 就不用講 這就是過期的台灣人 給你看 1920年台灣人長這個樣子 照片為證 讓你無法騙 1920年台灣人穿這件西裝的 女生穿這樣的衣服 保證比你們在座兩位女士 穿的衣服還講究 法國高級定制服 你看1920幾年 一百年前的台灣人穿 就像他頭髮弄這樣子 戴這種項鍊 多有氣質 我們這一百年發生什麼事 我們是倒退了嗎 那時候男生長這麼帥 這叫杜聰明 高雄醫學院的院長 創辦人 日本時代 1920年台灣人生 就這樣 你看這有錢錢 哥倫比亞大學 長春騰 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 這都是台灣人的精英 不是只有這樣 人數有多少個 日治時期 台灣人留學日本 風氣非常大 1945年統計 留學過的台灣人 一共有二十萬人 才幾百萬人 二十萬人出國留學 有留歐美、英國的 也有留學日本的 你會怕死啊 你不敢想像的 你看同學錄 鹽水龍、鹽村安、吳錫元、柯維斯 貴巴西 你看念什麼 美術、化學、經濟、神學、政治、醫學 Variety 各種各樣的學科都在學的 表示什麼社會多元化的 這些人有不同的成就 你看 U of Illinois Champaign U of Columbia 有沒有 巴黎大學 這裡面有一個人我特別講 出賣台灣人 黃曹琴 他政治學 I am a master of arts U of Illinois 我想說他為什麼出賣台灣人 就調查他的背景 念完美國大學之後 找工作 第一分去找哪裡 南京政府外交部 外交部是什麼人去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上的 我跟你講 西中到不行的人才會去外交部 就對這國家始終到不行 你才可以代表國家出去 你為國家打拼 一定要忠誠度考核 他對誰忠誠 對南京政府忠誠 對中國人忠誠 所以他是台奸 是大日本帝國的奸 對不 你背叛我們 你日本人 你那時候是不是拿著日本護照出國念書 是啊 是啊 起底 來 來我們看圖 這是大清帝國的時候台灣 1885年 馬接博士來台灣的時候照片 皇后旅館 馬接博士在這邊 那時候台灣的生活水準很低 不用注意 你如果去淡水有去玩的話 先給我看另外這邊 看完再回來這邊 來趕快 來 好 來 繼續 你看 淡水 以前的淡水 這是什麼 阿嬤 對不對 要幹嘛 檳榔西施 他是以前賣檳榔的 檳榔西施 所以檳榔西施 不能找少女美少女去賣 要叫阿嬤去賣 才不會有人想要吃檳榔 對不對 因為檳榔人口太多了 都是找美少女穿的那麼迷你裙 特別裝閃亮的那個盒子裡面 裝好像芭比娃娃一樣 他賣給你檳榔 就算不要吃有一點去買 對不對 不可以 要叫阿嬤去賣 西鄉從道牡丹社之類 那時候台灣的高砂族 有一個習慣叫做出草 出草是什麼 要把人頭倒掉 所以那時候高砂族有勇士 跟著日本軍官 每一個人手上都拿 一根一根的鐵架 鐵架上面掛 刀什麼 不是菜刀 是人頭 這一顆一顆都是人頭 然後你看高砂族的慶典 小孩子在那邊看熱鬧 大家唱歌跳舞 一起 你看他手上拿的是什麼 人頭 慶典的時候拿人頭晃 呼呼 唱歌 這高砂族的女生 一九二一起來 蠻漂亮的耶 很有氣質耶 你會不會看 你如果順番 教你用最新式的武器 步槍 日本軍官給你射 你看高砂族 這邊都日本軍官喔 你看看 這都是高砂族的部落 酋長 你看他們兩隻腳中 都放一顆一顆 都是人頭耶 那時候平地人被殺了幾千顆 六千多顆人頭 日本人殺了幾十顆人頭 所以洗澡都要很小心 都要有警衛 要不然這個是 那時候日本人推行教育 讓我們高砂族的小朋友 有學校可以唸 結果高砂族很不高興 進去學校裡面殺 把老師學生全部殺光 那這個是生還者 因為這個日本老師 把這些小孩子 藏在封坑裡面 把救出來 其他照片太殘忍 就不給你們看 看這個就好了 接下去他們就受教育 唸書 你看第八連隊 空軍第八連隊就進來 高砂族那時候 開始用蠟筆畫畫了 把照片都找出來了 你看很快的時間 就把台灣給建設起來 改變 來看看這個 哪個學校的女生 台北的第三孤路 第三孤路 就是現在的中山女中的前身 日本時代叫第三女高 我媽媽那邊畢業的 你看這邊女生 每個都很漂亮 很有氣質 你們會看有氣質的人嗎 這種就要有氣質 受過好的教育的女生 這種就要有氣質 受過好的教育的女生 真的 連老師都是長這樣子 你看 這台灣人耶 我跟你講這叫台灣人耶 台灣人本來是長這樣子 是有氣質又有受教育的耶 鐵道旅館 北女兒裁縫課 現在叫中山堂 以前叫做工會堂 台北市民每個人交易快錢 蓋起來 中國人一來 換個名字叫中山堂 他以前是長這樣子 你看 看電影的地方 裡面你看 西餐廳 餐廳 有沒有看到天皇玉廚 裡面就這樣 戴著白帽子 乾乾淨淨的 西餐廳撞球室 有冷氣 我在講1920幾年 三幾年台灣 三線路 三線路 快速道路在中間 旁邊慢車道 有縱樹 這是什麼 以前中國人跟我們講 台灣的棒球史 是最初的紅葉棒球 胡說八道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子 紅葉棒球很可憐對不對 拿棍子打石頭對不對 胡說八道 基本時代是這樣子 華山小學對上南門國小的 棒球比賽的紀念照 每一個球員都有球帽 有衣服 有手套 有球棍 有球 蛤 你有看過加農 Canon那部電影 有嘛 如果這不是一個普及的 運動的話 怎麼可能打到Canon 夾子 打到最後Final 不可能啦 這是全民運動啦 而且我手邊有幾百張 全台灣各個地方棒球 的照片 紀念照 包括高雄卵士 也有成人的卵士棒球比賽 那時候台灣是很先進的地方 台北市公車 那時候就有了 大家都會排隊喔 台北火山的前身前身 台北 你知道 陽明山的 溫泉 應該叫草山 以前超山 而且講 建宗的學生 以前建宗長 學生長這樣子 不像現在建宗都是這樣子 只會念書 以前建宗長這樣 會建道 這裡是哪裡 歐洲嗎 不是 台北市管前路 火車站走出來 管前路走到底就是這個 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那時候日本在台北蓋博物館 來��山 煉丁 現在叫亨陽路 全部給你取中國名字 叫宮丁 總督府 北投 получается 蕭家 Live Mag Putting Gen上的照片 台灣博覽會 那時候先進到 就舉辦博物館 這是 土地戰第二階段 大學現修班的學生 他們幹嘛 你以為是不肯 很有氣質 在那邊喝咖啡 抽菸 然後念牌劇 牌劇啊 寫詩啊 詩色一樣念牌劇 你現在NHK到過年的時候 你去看天皇也會念牌劇給你聽 他會寫詩 然後大家去比賽 那這是什麼 公會堂裡面的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從日本過來 你去看每個女生穿的衣服 你現在想一百年前的人穿的衣服 你不會輸給你耶 拜託 你看這女生穿的髮型 那男生穿的衣服 比我看見 一百年阿公阿嬤做穿這樣 鄉下地方也找給你看 日本老師帶著鄉下幼稚園的學生 台中 天皇來台灣的時候 各國的五官在後面 台中香蕉 最近不是在講這個嗎 連訪他爸爸 把台灣香蕉弄到日本 不是爸爸啦 他們的阿公還是爸爸 爸爸 阿公 台中的神社 你看那時候台灣人哪 可愛啊 台中酒店 你看 楓源家政女學校 我趕快把這個看完 這彰化水源地 有事來水 台南女中的照片 台南女中整整齊齊 台南 台南師範學校 你看看 天皇來視察海軍陸軍 高雄 高雄 你看高雄軟式棒球隊照片 我給你看嘛 以前高雄怎麼長這樣子啊 天皇視察 你看 幼稚園園園遊會 日本時代都這樣耶 水產事業的同學會 你看全家開車出遊 你看看 平東便當試吃會 高雄婦女會 讓你們看得不完 基隆女中的游泳課 來趕快放那些照片 我就要放影片了 欸 怎麼回事 你可不可以處理好 對 很快啊 下次要練習喔 要不然大家等很久 對 好 請開始放 按那個 這個play的箭頭 好 放大 小聲一點 好小聲一點 好小聲一點 台灣歸屬我國 大日本地國 明日28年6月17號 台灣總督執政40年 新興的台灣 從大清那種落後的地方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改立之前 台灣被大清帝國當作畫外荒帝 台灣的居民被當作畫外之民 改立之後 日本政府讓我們變成帝國層民 成效著助 改立不到幾年的時間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里藩教育古籍 不管地方制度或者軍事方面 都非常完備 你看以前放的大日本地國 也許在那裡 黃氏一視同仁的恩賜 日本人跟台灣人 一視同仁 台北市有夜景 夜景是什麼? infrastructure是機組建設做得很好 就有夜景 發生台灣 炭治基維吉本人把所有舊的房舍 中國房舍全部拆掉 重新都市計畫 把那一廈門都拆掉 要不然 城牆拆掉留下城了 三線道路就這個 台灣總督府 這裡 台北周廷 知識 我們有六個州 每個州最大的叫知識 台灣君蘇林寶 總督府專賣局 莊園研究院 台北平 現在是台大醫院 北陸部交通局 郵政局對應了台電 總督府關頂 那時候整個台北市的建築都有一定的規劃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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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火車站走到底就是這樣 博物館 館前路走到底就是 天空 憑 那件事是他內例的 獨特的物料 喇叭二券抜下 停止客 有名客 鋁道旅館 台北行機 台北車站 會駕駛 來走快點 稍微跳一下 有這個 現在慢慢來 有Taxi 有人力車都有 還有公車 待會看到往原山 以前是我們的神社 台北神社的地方 前面這就是明治橋 上面是中山橋 明治橋會比較嫁人河 跑來中山北路 其實叫做表參道 上面是台北神社 表參道一條通二條通三條通 這樣來 台北公火燈 博物館 所以帝國在設計規劃都市的時候 注重休閒 台北放送局 每天有台記和日記放送 電台 最新流行音樂都有 食物園 其實也不及來西方的流行音樂 都已經進來台灣了 商品成立館 來這邊跳一下 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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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跳快一點 再跳 好 直接北投溫泉 這邊慢下來 北投溫床 北投溫床 如果搬小眾多震 plug 海軍 殿簣 非常寶寶的場地 那時候日本對台灣的開發是全面性的 不會說怎麼注重北亞偏遠地區 沒有這樣子 全面性同時開發 來我們來直接跳到茶葉的部分 直接看茶葉跳一下 茶葉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賣下來的 全面是手工沒有錯 日本時代怎麼製作茶葉 日冬紅茶 再來 機械化 全面機械化 你看生產線 你們說阿嬤 做的時候就是這樣 頭髮都弄得乾乾淨淨 挑茶葉分類分裝 包裝設計logo 出裝袋 好再跳一下 我們直接跳台中 給他大概看一下 你看 你看漂亮的那個路燈 柳川綠川 有小津土之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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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跳到那個台中公園 給他們看一下 台中公園 一旬就是這樣 有夠旬阿 噴水池阿 台中公園以前就這樣 好 跳到日月潭 日月潭日本人建設 基礎建設要大量電力 你看日月潭南北宋 高壓電力這樣拉 好 跳 跳到那個 跳過台南 直接跳那個 八田羽衣的那個 八田羽衣的那個 家喻 到台南州 再跳 木材跳過 唐廠 唐葉也是日本人在台灣那時候 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來 來 再跳一下 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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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跳那個 農耕基的地方 你看 日本時代就是用 機械設備在製作素材 唐葉是主要的 包括水果也透過糖漿 出種出去 那唐葉的話 後來也演變成燃料 體煉酒精 那時候飛機還用酒精在飛到 煉乳 這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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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酒精製造 非常環保 那些碎屑 繼續做鍋乳燃料 總督唐葉試驗所 你看 好這跳 好 烏山頭 三五潭水庫 加南大郡 供應整個台南地區 50萬餘餃 就是扣椅 很重要 到座一年三座 這樣開始 來再跳 米甘蔗都靠這個 現在在高雄 到高雄 來我們直接 火車站就跳到那個港口 跳到港口 你看 以前高雄港就這樣子 再跳一下 看到沿岸 高雄延港的工廠 都是非常整齊的 高雄桌廳 有祭禮 祭典 他在台湾上面 內地到基隆 有日本高家人 頭背出港 三昼夜 對 三天 但是如果像福庫加 來的話 兩天就到了 這里來定幾行路 華版的航路 你知道嗎 台北有一個開南中學 開南就是這個意思 南京政治很重要的學校 訓練機組機械各方面的人才 跳到最後 跳一下跳一下 也有飛機 一天之內都有好幾關 再跳一下 跳高炸組那邊 我們高炸組教育也有大學生專科當老師 當警員 好我們今天主題班上到這邊請大家兼職 上到最後 謝謝